这节课我们来学习CodeData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学习目标吧 首先我们要了解CodeData是什么 然后大家要熟悉持久存储站的概念 最后的话我们要了解实体和托管的对象 这节课我们主要是一些关于CodeData的基本概念 大家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就可以了 后面我们会在我们的demo当中给大家逐步的加深印象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CodeData的概念吧 CodeData是由苹果公司推出的一种数据持久化的解决方案 其原理是对Signite的封装 我们不需要接触三个语句 就可以对数据库进行操作 好的在这里我给大家简单的来解释一下吧 通过前面的学习 大家也就知道了我们在那个iOS的开发当中 如何来使用Signite的数据库 当然大家也都知道 像Signite数据库的使用的话还是有点麻烦 苹果公司他在不断改善用户体验的同时 他也在不断的改善开发者的开发体 后来也就是说苹果公司感觉这个Signite不是很好用 所以说就推出了CodeData的这样一种数据持久化的解决方案 当然CodeData也不只是说是对Signite的封装 其实我们是可以选择我们的持久仓库的 当然这个概念的话我们在后面 这给大家进行解释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持久存储战板 通过CodeData我们可以将程序中的对象存储为外部数据 当然也可以将外部数据恢复为程序中的对象 其实这些工作是由CodeData的一系列的类来协作完成的 我们把这些类的集合就称为持久存储战 持久存储战它是由以下几部分来组成的 第一部分我们把它翻译为托管对象模型 第二部分是我们的持久化存储 第三部分是持久化存储助理 第四部分是托管对象上下文 好的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每个部分它是什么意思吧 首先第一个部分是托管对象模型 托管对象模型我们可以理解为是数据库的模型 表示程序中数据模型的每一个对象类型 以及对象包含的属性和对象之间的关系 好的我们先把这个概念给大家讲到这里 后面的话我们在这个demo当中还会给大家提一下 就是让加深大家对这个对象模型的这样一个理解 大家只要先主要先有这样一个概念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持久化存储 持久化存储的话它主要用于读取和存储数据 到某种指定类型的存储仓库当中 CoreData提供了四种存储的仓库 其中三种是原子的 一种是非原子的 这里的原子和非原子 它的这个概念和我们平时 大家接触的这个原子操作的意义 它是不同的 这里的原子仓库指的就是说 当你要读取或者是写入数据的时候 必须将整个仓库反序列化并加载到内存当中 而非原子仓库则是说 可以加载一部分的数据到内存当中 这个怎么理解呢 其实大家想一下我们之前学的那些数据存储的方式 像我们的用户手权项 属性列表 编码对象 这些 其实上都是说是属于一种文件存储 也就是说我们在读取数据的时候 我们都是要将整个数据加载到内存当中的 这其实也就是说是文件操作的一个局限性 好的 我们再了解了基本的概念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Codator支持哪些的仓库类型 Codator它支持四种的仓库类型 第一种就是我们的Sclad Ciclet的话它后台它是我们的Ciclet数据库 它是一个非原子的仓库 也就是说我们是可以将部分数据加载到内存当中的 轻轻化并且占用较少内存 推荐在iOS的程序中使用这种仓库 我们Codator的模板它默认也是使用这种仓库的 第二个的话是我们的XML的文件 它是一个原子仓库 这是一种我们人类可读的数据仓库类型 但是呢我们会占用大量的内存 只有我们的这个Marker的这个系统上面 才可以使用这种类型的仓库 接下来是我们的二进指纹件 二进指纹件同样是一个原子仓库 需要占用大量的内存 我们是不推荐的 最后就是我们的内存 我们的内存这个仓库类型 内存仓库类型呢 它是非持久化的 结束程序或者关机都会导致数据丢失 当然这种方式的话 一般我们是用来做测试使用 不怎么推荐 大家也是了解这个概念就可以了 一般的情况下 我们是默认使用Siglight的数据库的 好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个部分吧 下一个部分呢 是我们的持久化存储助理 持久化存储助理呢 它是介于我们的这个托管对象模型 和持久化存储之间的 它是起到一个桥量的作用 它完成了我们Cordator中 最复杂的部分 这个类的话 怎样讲呢 它是可以理解到我们的这个托管对象模型 它知道如何发送信息给我们的持久化存储 同时也知道如何从我们的持久化存储 当中来获取数据 然后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 我们的这个助理的存在 它实际上是隔离和隐藏了我们持久化存储的具体实现方式 和配置方法 因为我们的这个托管对象 上下文 它是不需要了解数据到底是存储在我们的Siglight的仓库当中 还是存储在其他类型的仓库当中的 如果程序使用了多个这个持久化的存储 助理也用于向我们的这个上下文提供一个统一的解构 好的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最后一个部分 托管对象上下文 托管对象上下文 它其实就是我们内存当中的一个对象 用于和托管对象协同工作 通常情况下 我们接触和使用最多的 就是我们这个上下文 其他三个cordata人类通常只在 初始化站或者坐 签一次才会用到 然后程序中我们在上下文中 完成所有对cordata对象的操作 任何数据对象的修改 并不会立即生效 直到上下文的保存方法被调用 上下文管理着它创建和抓取的对象 包括错误处理 反向的这个关系处理和交验 然后第三点 托管对象不能脱离我们的上下文而存在 托管对象和上下文之间 它是一个强依赖的关系 每个托管对象都有一个 它的上下文的引用 并且我们的这个托管对象 在它的生命周期内只属于一个上下文 事实上我们在平时的这个cordata的使用当中啊 我们主要是使用上下文这样一个对象啊 像前面几个部分 它只是说是在初始化 我们的这个障碍或者是做迁移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啊 所以说大家有这样一个概念了解就可以了 好的 接下来我们最后来了解一下实体和托管对象 那么大家想一下啊 在我们构建起了我们的这个cordata的这个存储站之后 那么我们怎样来操作数据呢 数据它应该怎样来表示呢 在我们的这个cordata当中啊 大家都知道 我们是需要建表的 当然在我们的这个与之对应 在我们的这个cordata的操作过程当中 我们是需要先建立数据模型的啊 其实我们的这个数据模型 我们就把它称为实体 我给大家还是来读一下它的概念吧 在cordata的使用过程当中 我们需要在数据模型的文件中建立数据模型 而实体可以认为是我们为数据建立的模型啊 即表示对对象的描述 好的 这是我们实体的概念 那么呃 我们大家想象我们一条一个表 它的一条记录 它的一行啊 我们把它称为一条记录 实际上在我们的实体当中啊 就对实体就相对于是我们cordata当中的一张表 那么一条记录我们对于哪一个 其实就对于我们的托管对象啊 托管对象它就表示我们是在运行时 创建了该实体的具体实例啊 好的 那么实体它是怎样组成的呢 它是由属性 关系和提取属性三部分组成 属性我们可以理解为 是我们的需要存储的数据啊 也就对于我们表当中的字段 关系表示实体之间的关系 例如一对一或者一对多啊 这里我给大家简单的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公司的公司的这样一个实体 或者说我们就叫表吧 公司的表 还有一个员工的表 大家想象一下啊 一个员工 它属于一个公司 对吧 是一对一 一个公司它有很多的员工 对不对 就是一对多 对吧 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啊 最后就是我们的提取属性 提取属性是关系的备选方法 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指定的查询结果题 这个该怎么理解的 除了我们在实体当中 可以指定我们的属性和关系之外 我们是还可以指定提取属性的 我举个简单例子吧 又比如说我们这个公司表 我们是可以设置一个属性是什么 老员工 对吧 老员工是怎样的 在公司工作 三年以上 我们就把它称为老员工 假设我们这样规定 那么我们是可以来建立这样一个提取属性的 好的 这一刻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